好,同学们好,在这一章开始呢,我们学习一下日本天皇崇拜的传统。 我们学习从天皇制度看日本文化的特征。 日本的天皇制度在当今世界中也是一种独特的存在。 首先呢,天皇没有姓氏。 按照日本古老的古世纪、日本书记神话传说, 天皇家族是天造大神的后裔。 作为神的后代呢,天皇家族没有姓氏。 在我们刚刚过去的今年的4月30日退位的平成天皇, 他做皇太子的时候呢,娶了正田美智子。 那么,在美智子啊,他嫁给明人的时候呢, 他嫁他之前姓正田, 嫁给明人以后,成为皇太子妃以后, 只能称他为美智子。 后来明人成为天皇, 美智子呢,成为皇后, 也只能是成为叫美智子皇后。 第二个特点是, 日本王室得以延续千年以上, 却没有出现过改朝换代的事情。 这个呢,在世界史上也比较罕见。 从日本的神话传说, 作为天造大神后裔第一代天皇, 神武天皇开始。 到今天,我们知道从5月1号开始, 日本叫令和年代的德人天皇, 已经是第126代了。 这个菊花王朝呢, 一直在持续着。 在过去的1989年, 6月21日的日本的朝日新闻, 当中刊登着一位英国学者的文章, 他说, 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历史学家, 不能解明的历史事实。 比如说, 美国的人种问题, 德国的大屠杀, 日本的天皇制。 那我们看到, 中国的皇权, 我们就先不说更古老的了, 就说秦始皇以后, 从秦始皇开始, 便拥有了这种, 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中央集权统治。 然而呢, 秦也不过区区15年就灭亡了。 中国最强大的圣堂, 也不过是290年。 中国的皇朝呢, 不断地更迭交替。 每朝皇帝都自称自己为天子, 然而同样是天子, 那么今天姓秦, 明天就姓刘了。 我们中国常说, 三十年河东, 三十年河西, 是吧, 有这么一句话。 不仅是中国, 包括欧洲诸国, 比如说俄罗斯以及, 英国, 有过这种王朝统治的国家, 也经历了各个王朝的更迭, 那么唯有日本天皇, 既能在律令时代, 它行使权力, 我们说过在奈良平安时代, 平安时代初期, 也能在武士架空的时代得以生存, 从镰仓到舍厅, 到江户, 到德川, 并且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,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, 本来应该是作为甲级战犯, 应该被处置的天皇, 依然被作为日本民族的象征, 被保存下来, 这也不能不说, 是一个特别的现象, 日本天皇制作为日本文化的象征, 和日本民族的符号, 一直延续着, 一直为日本人民所崇敬着, 在日本, 通常呢, 天皇在世的时候, 一般不称呼其名字, 去世以后为其起一个嗜好, 如第122代天皇, 名叫穆仁, 他在位期间的年号呢, 是叫明治, 因此呢, 现在称其为明治天皇, 我们在前面也说过, 年号是由中国传到日本的, 这样一个文化习俗, 第一次在日本的第一次的年号呢, 就是大化年号, 是在645年日本在大化改新的时候, 首次呢取年号为大化, 后来在后来的这个历史当中, 常常呢在天皇即位, 或者是发生天灾, 或者是发生喜事的时候, 改年号, 那么从明治维新以后, 实行了一位天皇一个年号, 所谓的叫一世一元, 一世一元, 这样的一个制度, 现在呢日本一般是采用的是西历纪念, 不过在正式的公文或书写格式当中, 仍然使用年号, 比如说今年就是令和元年, 在四月为止呢, 还是平成年间, 从五月一号开始就是令和年间了, 我们说过在今年四月三十日退位的天皇, 是第125代天皇, 名字呢叫明仁, 1933年出生, 毕业于学习院大学, 政治经济学系, 在1959年呢迎娶了正田美智子, 作为皇太子妃, 那么美智子呢, 这皇后呢, 是元日清智粉, 这个开厦会社的社长, 正田英三郎的长女, 那么这个美智子呢, 又是自圣母天皇, 这个光明皇后以来, 日本皇室史上又一位来自于皇室之外的平民皇后, 我们知道日本的皇室呢, 都要在皇族之间结婚, 作为平民, 他也是在这个近代史上, 也是一个野人注目的一个现象, 那么明仁天皇呢, 从2016年就表示, 想在生前退位, 我们知道在他之前的像昭和呀, 大政啊, 明智啊, 都是在他死后退位, 那么明仁呢, 想在生前退位, 就把皇位呢, 传给德仁皇太子, 在2017年12月就召开了皇室会议, 就天皇退位的事情呢, 进行了商讨, 因此呢, 在今年, 明仁天皇在今年的4月30日就退位了, 皇太子呢, 在5月1日即位了, 我们也知道年号是叫令和, 国际方面的消息, 今天上午,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正式宣布, 日本将自5月1号起, 使用新年号令和, 这也是日本第248个年号, 菅义伟称, 令和二字出自日本古典式歌级万叶级, 本月30日现年85岁的日本天皇明仁将退位, 皇太子德仁将于5月1号继位, 新年号令和将从5月1号起正式启用, 明仁天皇1989年继位, 年号平成, 2016年8月, 明仁天皇发表视频讲话透露, 自己由于身体原因已经很难履行职责, 明仁也将成为近200年来首位实现退位的日本天皇, 现任的天皇名字叫德仁, 是1960年出生, 1982年毕业于学习院大学史学科, 我们看到皇族基本上是在学习院大学学习, 他的校长曾经是奶木西点, 那么德仁后来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, 1993年与小和田雅子结婚, 小和田雅子在未婚以前就是叫小和田雅子, 姓小和田明雅子, 结婚以后成为皇太子妃, 以后那么就没有姓氏了, 这叫雅子, 那么在2001年12月, 长女爱子那亲王诞生, 在今年的5月1日, 德仁成为令和年间的新天皇, 雅子就成为新皇后, 这个爱子公主当时是皇太子结婚, 八年以后诞生的, 当时皇室没有男性的后继人, 那么爱子是女性, 他的弟弟, 德仁的弟弟文仁亲王家, 也是女儿, 没有生下儿子, 那么为了能够让女性成为皇室继承人, 2005年曾经有过修改皇室典范的呼声, 但是呢在2006年, 一年以后就诞生了他的德仁的弟弟文仁亲王, 家族来了一个男丁, 叫幽仁亲王, 那么这种呼声想修改皇室典范的呼声, 也就家人而至, 我们知道日本的国歌是叫君之代, 是明治时期, 这样配曲歌颂天皇至世万代的这样一个歌曲, 他的歌词呢选自古今和歌集, 君が有は千代に八千代にサザレイシの岩をと成りて, 苔の娘で, ただ汉语的意思呢, 君之代, 千代八千代, 即至十子成巨岩, 长满青苔, 那么我们知道八千代就是万万代的意思, 只等到十子尔成为巨石, 长满了青苔为止, 那么就是说久久远远的意思, 那么每当日本进行国家祭祀, 学校的庆典仪式以及其他节日的时候, 我们知道奥林匹克比赛的时候, 那么君之代都会被当作国歌来吟唱。 日本国旗呢, 我们中国人民也太熟悉了, 是这种一个让我们非常, 就是说记忆深刻的一个国旗, 看到呢就会心里会涌起很复杂的感情, 非常复杂的感情, 因为他曾经在二战时期作为侵略给中国的一个旗帜, 所以我们中国人民看到这样的一个旗帜, 心里是非常厌恶的, 那么这个旗帜呢被称为叫日之丸, 二战时期, 这个日之丸曾经我们刚才说过, 不仅作为这种侵略中国的一个旗帜, 也曾经侵略过朝鲜, 侵略过东亚各国, 作为这样一个象征, 所以呢也引起其他东亚各国人民的心理上的这种厌恶的感情, 那么以上呢我们讲述了一下日本的天皇, 国旗, 国歌, 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, 谢谢。 谢谢。